当中可以看到了这是一个会议的场合 而我们圈起来的这一位呢 他就是李树德 他坐在这个谈判桌的对象 而另外一头呢 作者的是谁 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是那么远雄集团的董事长赵腾雄 似乎在看着什么影片 但是赵腾雄在看影片的时候 翘着二郎腿 而且后续还有内部的人告诉我们 其实李树德就身为师傅的代表 照道理说 他应该要尽量的来帮忙师傅争取权益 不过他在会议当中 频频的反过来帮枪 主张是否好像不用管那么细 而且赵腾雄他在听取简报的时候 还特别说了 他跳起二郎腿一派轻松 他说谈到价格部分合约细节的时候 他突然拉高分贝说 怒呛是否 他认为这个价格合约 其实已经谈得很细了 接下来还要再说什么呢 今天除了这样子独家画面曝光之外 可以告诉大家 录音档还有很多很多 录音档到底有多少 原来有2400分钟 总共有48卷的录音带 陆陆续续都会曝光 其中最让人争议的是 李树德不是议约的主持人吗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在帮远雄讲话 比方说讲到住宅的时候 他说不用住宅这个名词了 其实讲新建饭店就可以了 对周围周围的这两栋 我们要建筑物做一个尊重 身子往前请对着迈克风发言 时任台北市财政局长的李树德 在市府内召开大巨蛋会议 二十几个人围着圆桌 不会可以看到熟悉身影 暑假站着的报告 远雄集团董事长赵腾雄 翘着脚坐在一旁 但似乎抬头看得很累 开始低着头 手还不时戳着下巴 若有所思 等到真审委员一一提问 赵腾雄坐定位置火力全开 我想请问的同裁就是说 万一这个部分能不能 谈到前毫不客气怒呛对方 赵腾雄没这怕 不管自己就坐在主义约人 李树德正对面 说话很大声 开会时间就在2005年1月31号 只是会议还没结束 赵腾雄就先离席 吴清姬亲自站在门口送客 还和赵腾雄握手道别 市府代表与赵腾雄 市议员高嘉瑜更踢爆 双方私下感情更好 摊开监察院调查资料 2005年到2006年之间 真审委员就和赵腾雄吃过饭 之后就有290万不明现金入账 不管是曹寿明 吴光亭还是陈景次 都有土木建筑背景 而且都是李树德找来的真审委员 一方面负责审查市府工程 一方面又和厂商约吃饭 没有利益回避 已经有错在先 三线为台北挣不倒